大家好 我是嘉瑜 大家好 我是肉娜 我們今天又來到了格局的時間 那嘉瑜老師今天要跟我們分享什麼格局呢 今天要分享的是一把刀跟一把火 上課的時候同學常常會問老師說 老師 火羊栽起是不是為大財 火羊就是情羊跟火星 那我們同工的時候會成為大財嗎 因為一般人會知道說火羊它都是煞星 我上課的時候大根老師也是這樣子教 可是在煞星的力量一般人聽到都覺得很害怕 雖然我們已經學到說星藥是中性的了 可是它怎麼樣去中 怎麼樣去中它嗎 它有相對應的條件 需要搭配到它就會有機會成為大財的格局 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這兩個跟火羊有關的格局 第一個是情羊火星威權出眾 同行貪污威壓鞭移 那是怎樣 哪一把刀砍敵人跟哪一把火說 聽話嗎 不聽話我就給你收卡槍 它下面有它的解釋 我們來看一下 陳旭醜味四目安慾陽火星入廟 文武雙弦兵泉萬靈 如貪狼舞曲獄火望地 亦通此割斷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給它白話文解釋 好 那情羊火星這兩顆心在同工的時候 就是像剛剛講的常會遇到同學問老師說 這樣會不會成為大財呢 那感覺很厲害對不對 那這是因為它是出自於古書中的情羊火星 威權出眾 同行貪污威壓鞭移 這一句話來的 齁 那意思就是說情羊跟火星放在一起的時候啊 會非常的厲害 可是這一句話呢 它有but沒有告訴我們的地方 它but什麼東西咧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解釋齁 它是下面有講情羊火星要在城市醜味 這四個位置 這個四個位置也叫做四目地的位置 那因為這個四目地呢 這四個位置都屬土 那土會怎麼樣 火會生土 土會生金 情羊在這四個位置上呢 它就是屬於望位土生金 所以情羊在這四個位置上就是妙望的位置 但是金太多的時候 會怎麼樣 是不是會太強勢了 我以為金太多的時候 就是口袋滿滿覺得很開心 沒有啦 沒有這麼好 它會太強勢 因為它帶一把刀耶 會很危險啊 所以是拿火來燒刀子 把刀子燒軟一點嗎 對啊沒有錯喔 因為呢這樣子就可以用火星來控制它 讓它呢不要這樣子衝動 要不然呢 它只會只是顆煞星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要必須搭配到一個好的主星 什麼的主星是好的呢 在這四個位置上呢 最好的主星呢 就是虎灘對弓跟虎灘同弓 新央火星威權出眾 那因為火呢 要淬煉出一把好的刀子出來 那必須呢 淬煉出的刀子要有一個好的將軍 去使用它 喔 那這個好的將軍呢 就剛好是五灘對拱 或者是五灘同弓 所以呢 這個後面才會寫 威壓編移 所以要符合這樣以上這些條件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啊 火陽是大財 我記得在格局裡面有一個也是講說 有它之後就下劍耶 奇怪的就是在我們陡數全書裡面 卷一十九的地方 有寫另外一句叫做 情央火星為下劍 我們先來看它下面寫的好了 此二星守命望宮有可 但行客不眠 而如居限帝加煞 主下劍不然折邀 說人家不是會找死 對啊 就是個劍胚這樣合理嗎 那這兩顆星呢 就是情央跟火星這兩顆星呢 要在命攻 那換宮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承、敘、醜、位 這四個位置 遊可呢就代表那還不錯 那為什麼是遊可 為什麼是還不錯呢 為什麼 那因為呢 他是要考慮說 他有沒有主星去照顧他 如果有好的主星去照顧他的話呢 那就還不錯啦對不對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無灘對拱或是無灘同工 但是如果沒有咧 如果沒有的話呢 他就很容易就出事了 所以呢他要有好的主星 那這好的主星呢 其實就是無灘對拱 但行客不免 他說即便是這樣子 但是也免不了有一些行客 這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情陽在命攻的人啊 他做事情比較有他自己的堅持 對啊 不聽人家講嘛 嗯 跟這樣的人相處 你跟他怎麼講都講不聽 然後如果是火星的的話 他就是做事 什麼興到 喜歡的意思 三分鐘熱度 然後他就沖了 就走了 也一樣 只要他喜歡 他就會去做 嗯 做了可能不持久 居線地加煞 這個煞呢 是七煞的煞 那如果呢 這兩顆心同工 但是呢 不是在 程序醜味的時候 這個煞心的成分呢 就會比較高 那如果呢 他這個時候 再加上七煞心的時候呢 嗯 下見不然則腰 八倒腰 不是八倒腰啦 我剛才說八 那因為七煞心 如果他加了太多的煞心的時候啊 嗯 那命攻呢 是不是在我們的第一大線 嗯 好 那一個呢 很固執 個性又很衝動的人啊 嗯 他這樣是不是很容易 就把自己搞受傷了 對 那第一大線就是小時候嘛 嗯 所以呢他在小時候 他會很容易受傷的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會有所謂的下見的意思呢 為什麼 那古人就是喜歡聽話的乖小孩啊 No 那如果這個小孩 他又有火星脾氣很衝動 那又有情羊很固執 嗯 那七煞本來就是一個 什麼心事都放在自己心裡面 不跟別人說的啊 嗯 那個性衝動 然後呢 又喜歡抵抗大人的時候 嗯 那當然就會覺得這個小朋友就是不乖 就是個健胚 古人都是講求的都是要和諧 嗯 然後 要求要階級 所以基本上呢 這樣的人呢 就不容易在那個年代 不容易會出頭 那而且呢他還反而容易被欺負 嗯 那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他的人生呢 是不是越走越糟糕了呢 哦 可是相對的在現代來講 如果一個有堅持 然後有自己想法 然後又願意為自己夢想努力的人 算他其實不是那麼的聽話 可是至少我們可以知道 這種的小孩其實去學校比較不會被霸凌 現在社會呢 其實你只要運線走得好的話 嗯 嗯 還是可以很不錯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欺煞做命的人啊 他的財博公是貪狼 他的官路公是貨君 嗯 所以呢當貪狼帶到路 貨君帶到泉的時候呢 他就會變成一個很厲害的商人 所以呢他只要敢投資 賺錢的話 在某個層面上來說呢 他就會符合到威權出眾的這個狀況 但是呢這個火星跟晴陽 又會常常人家覺得他是很衝突的 那到底呢他是衝突呢 還是很厲害呢 就是像我們剛剛所講 他必須搭配到他需要的條件 哦 所以我覺得格局裡面放了很多陷阱題 其實你還是要看你有沒有組合到 他想要的東西 難怪我們上課的時候 老師總是說 所有的新藥都是中性的 要看你有沒有組合到你要的 你如果喜歡你就覺得那個東西是好的 如果你不喜歡 你才會覺得在那個地方放在那裡 你是很難過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格局篇的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拜拜 出發的